第五十一回 講到為了還債,郭大客就烏瘦瘦跟著宴七去賺錢 宴七就帶了他去一條行,只見這條行有戶人家 他的門上有一雙金還是拿黃金打造的? 一看這家人,就實在身家無數了,錢多到沒有訂放,放到出來門口 郭大客一見就不太喜歡,就在這時候 有一部四匹馬的大車,忍忍衝進來這條行 雖然這條行很闊,郭大客和宴七如果不是閃得快的話 一同被撞到頭崩額裂的,郭大客瞪著眼,看著衝過去的馬車就生氣 哼,這條路又不是他一個人開的,他憑什麼橫衝直撞呢? 宴七就說,就憑這條行是他一個人開的 啊?郭大客當堂打個凸,左看右看,咦? 這樣才發現整條行,果然就得這一家人 現在那部馬車已經停在這一家人的大門口外邊 本來靜音音的大門口,馬上有十幾個人噹噹聲走出來 喻喻喻喻喻,用最快的速度射了拉車幾隻馬 將馬車推了上石蓋兩邊的車路,推了進屋裡頭 在推的時候,車窗上好像有人按著頭出來,瞄了眼郭大客地 郭大客看不清這個人的樣子,就覺得他的雙眼好像比普通人明亮些 咦?宴七這時候就說,嗯,看樣大所謂金大帥回來了 郭大客就問,金大帥是誰呀? 這,就是那家,錢多得放不完,放出來門口的主人 嗯,金大帥!一聽這名,你就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大蝦 有钱的人不是个个都衰 但是凭什么要叫他大帅 第一 因为他本身就有大帅的气派 第二 因为人家都喜欢叫他大帅 喂 现身 我看你好像挺佩服他 是啊 我看你都应该佩服他 因为他跟你差不多 个人都几豪爽 几大方 呵呵 呵呵 郭大蝦就这么冷笑了两声 现身就立刻问他 喂 你呵呵 那是什么意思 郭大蝦说 呵呵 呵呵的意思就是我不信 好 你不信是吧 等你见到他那时候 你就会信的了 哼 我根本就不想看见他 不过 你非要去看下他 为什么 因为你不去看他 就唯有去看那些债主的面色 唉 这倒是 天下还有什么难看债主的面色 那天上到那些人 郭大蝦就无管眼洞睹起 喂 现身 你 你难道要我去跟一个不识的人开口借钱 现身就说了 我知道你的面皮还没有那么厚 那你叫我去看他干什么呀 现身想了一下才说 嗯 武林中有很多怪人的 譬如说 那位酸梅汤的父亲石臣呢 你知不知道石臣这个名是怎么来的 我知道 因为他只是用石头做兵器 还用得很好咩 答对了 不过 石器本来是古时候的人用的 因为那时候的人 还未懂得练铁成缸 现在什么千奇百怪的兵器都有 但是石臣 还偏偏欢喜用 又笨又重的石头兵器 你说他 是不是个怪人来先 嗯 是啊 不过 石臣和这个金大帅有什么差异啊 金大帅和石臣一样咯 又是个怪人 用的兵器又是好古怪的 那金大帅用什么兵器啊 他用的是 金子做的兵器 兼且是纯金的天 嗯 郭大虾就眼眨眨了 好像有少少明白宴七的意思咯 跟着听见宴七讲 金大帅最善用的兵器 就是金弓神弹 弹发连环 一上手就是三七二十一粒 江湖中 好少有人避得开的 什么 那些弹子又是金做的 是啊 纯金的 哦 厌七 你想要爱童的动手 就是摺着他的金弹子 拿回去还宅 厌七就小笑了 嗯 据说金大帅的金弹子 粒粒起码有成几两重 放且一发 就是二十一粒 到时 你摺到他三四发 就不用再看债主的面后了 郭大帅就猛地 另头西计 嗯 我不计 正一是半夜拜山 计不过啊 为什么啊 没什么为什么啊 不计就是不计咯 厌七见到他不计 眼睛滚滚滚滚 计上心来 啊 我明白了 你是怕 我怕什么啊 你当然不是怕金大帅 不过是怕肥而已 啊 郭大厦又打个特 我怕肥 厌七啊 金虽然比铁丸 但是四五两重一粒弹子 如果打正人啊 就会好痛 一痛 就会肿 一肿 就会肥 一肥 个人在漏爆 不好看了嘛 所以你就算不去 我都不怪你的 你如果失惊无神肥起身 人家说不埋 还以为你吃了发猪药 吵到肥了 郭大厦越听就越牛眼 登着厌七 忽然间离转头就走 咦 厌七拉住他 去哪里啊你 郭大厦就说了 哼 我最近饿得皮包骨 想想起来吵肥一点 厌七啊 厌言一笑 哼 你想就这样冲进去 找人来打架啊 那不是怎样啊 难道跪下来求他给我一些金蛋纸 那你就算跪下求他 他都未必会出手的 二十一颗蛋纸 二十一粒蛋纸 值多少钱啊 金大碎不是傻的 怎么会随随便便就用金蛋纸来打人啊 何方万一真是打死人 要占尸底的啊 唉 郭大厦听听听听 几乎猛热到大声叫了 哈 厌七啊 先头是逼着我 要我去的是你 现在拦住我 不用我去的又是你 喂喂喂 你究竟搞什么东东的啊 厌七就说 我不是不用你去 不过 要找金大碎动手 就要有计才行的 那什么计啊 现在只差人一万两元赶着还的 你不用急 你想想先 要怎样的人 才令到金大碎出手呢 嗯 我想不到 又懒得想啊 我想 只有两种人而已 第一种 是他的仇家 如果有仇家找上门 他当然会立刻出手 可惜 你郭大厦和他一点仇都没有啊 唉 哈 现在居然呆呆声 好像郭大厦和他没有仇 好像很遗憾那样 郭大厦越听越冤怒 祂向情 恰着 那你难道是不是要 我去抢金大碎的老婆 制作一些仇恨啊 厌七就喘四端笑 他是否 应该叫人呆呆声 这种冷笑,宴七跟着说,啊,幸好随此之外,还有一种法子, 看,武林中人,谁都不想向人家认低威的嘛,所以,如果有人光明正大地找上门, 找他比武较量,他就无法子不出手的了。 说到这些,宴七在怀道就扔了一张红色的拜帖出来,接着说, 那这个正大光明找上门的人,都要有个响当当的名号才行的, 譬如说,什么笨手笨脚,最多随地轮,书王之王大笨鸟这些。 很快去,一张红红好广告的拜帖就整好了, 上面端端正正的写着响当当的名字, 千碧如来,鬼影子摸不像,快手大罪合,郭大虾拜。 那样,金工馆的门房的岁数都很老了, 只是整天皮笑欲不笑,一副老奸巨滑的样子。 他接过这张拜帖,看了一下, 郭大虾怕都没怕过,滋滋悠悠就问了, 嘿嘿嘿,这位郭大虾现在在哪儿啊? 郭大虾啊,就在这里。 嗯?老门房那样才担高头,望下他两眼。 嘿嘿嘿,原来,郭下就是郭大虾啊? 哎呀,失敬,失敬啊! 嘿嘿嘿,郭大虾来这儿, 是不是想找我们老爷较量暗气功夫呢? 嗯?你怎么知道的? 嘿嘿嘿嘿, 嘿嘿,这个老门房笑得好像有老狐狸。 嘿嘿嘿,个个月头都有几位大虾来的啦, 我以为 mount下人家 estrech蛆进 sakkloooo apris 那么读不出國 repeat是 very well, 那是不是阿奇烦阿奇啦。 郭大虾就马上就皯起了一点眉头。 那你既然看了出来 还不快点和我去通传 老门房又上上下打亮了他几眼 看来郭大俠今天 好像还没喝醉酒那样 大醉俠 不一定日日都要喝醉酒的 那我就劝郭大俠不如回去好过了 为什么 因为来这里的大俠实在太多 我们老爷说 他一见到大俠就投壳车 吩咐定小人 什么人他都见 连乌龟黄白蛋强盗小偷都请得进去 之大俠嘛 嘿嘿嘿 他是绝对不见的 嘿嘿嘿嘿 嘿嘿 现在我将大红拜帖 又放回在燕七的手上 郭大俠 激到红面关公那样 咦 燕七你出的好主意 我这么大个儿子还没试过这么丢架 那只老狐狸 好像当我是贼仔 那样 常常皮笑肉不笑 蛇你那样 蛇着我 咦 激到我肺都咪 燕七就眼眨眨的 那你为什么不立刻刮他两巴掌呢 哎呀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贼 我做贼心虚 人家不刮我两巴掌就已经很客气了 我还怎么好意思去刮人家呀 嘿嘿嘿 燕七笑了 那他笑的样子肯定是顺眼过去老门房很多 一见到他笑 郭大俠的火气就即时小了 只见燕七就说 哈 原来你的面皮不是多厚 没有多有城墙那么厚 郭大俠就叹了气了 唉 所以 我现在想快点走 越快越好啊 燕七 怎料燕七又扯住他 你急什么呢 我还有别的法子的 哈 郭大俠就好像吓了一跳 怨向我面子了 哎呀我保你大了燕七 你不要再想什么好法子出来好不好 不行 郭大俠的手掩着耳朵 那 那我不听行不行啊燕七 不行 燕七一致说 一致用力抬开郭大俠两只手 嘿嘿 这个法子好过先头那个好多的 我问你 大蜒蜈拿暗器打你 你如果摘得住 会不会再送给他 呃 燕七你说这些话 你以为我傻的 这么辛苦摘了那些暗器还还给他 难道还没试过身痕啊 那就对了 一个人 如果喜欢拿金子做暗器 他如果用暗器来打我们 只要我们摘得住 就是我们的本事 对不对 对 对 那一个人如果凭自己的本事赚钱 就不算是丢架了 对不对 对 那现在 我已经说了有几点对 两点咯 有两点咯 那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说 没有了 那其实明知道没有钱还 还要去悬货 又是件丢架的事 但是郭大虾还硬着头皮去悬了 他本来是个好要面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当然是为了朋友 有 无论哪个这一生中 如果认识一个肯为他丢架的朋友 死了都不算冤枉的 郭大虾就不喜欢骂人的 也都不会骂 那些声哭哭哭哭哭哭哭的 影真够大 现在他在金家大门口骂人 连在航口外边的宴七都听得清清楚楚 航口左边有棵大洋树 树脚有个石灯 宴七就坐在这架石灯上 听着郭大虾骂人 他一面很欣赏的表情 就好像听着文武生唱气 因为郭大虾骂的不是他 郭大蝦罵的是金大蟋 姓金的 你明明是个人 为什么要缩买屋里做缩头乌龟 你怕什么 哦 难道你个鼻子被人打歪了 两只耳朵被人刺了出来炒彩 所以不敢出来是不是 咦 演出越听越过瘾 自关这些说话是他嫁给郭大蝦 金大蟋既然不肯见你 你就站在门口骂 骂到他出来为止 这种法子又叫做骂战 本来又是一种很古老的战略 而且通常都很有效 两军对你那时候 一方坚守不出 另一方就会派人去骂战 骂到对方受不住了 出来迎战就算成功了 据说朱国亮就这样骂个曹操 郭大蝦本来不想这样做 但是演出一句说话就打动了他 连诸葛先生都用得这种战略 你为什么不行 哦 既然这些是一种战略来 不是赖皮无賴的行为 所以郭大蝦就去骂 而且骂得很耐力 金大蟋只要听得见 不让他骂出来就怪了 哎 哎 怪事连连都有 郭大蝦骂起人来 把声就零射大 咯咯咯声 起码隔四五条街都不方听不闻的 怎么知金家大门 里头一点动静都没 嗯 难道金大蟋是个龙公来 哎 人家都没被骂出来 现在郭大蝦自己反而沉住气先了 宴七教给他说的那些说话 他已经反来覆他骂了十几二十次了 人家都还没曾听厌 他自己就已经骂厌了 想找几句新鲜点的说话来骂一下 偏偏又想不出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老奸巨华的门房 滋滋悠悠悠走出来 手上还拿着一张藤椅 一张好舒服好舒服的藤椅 这个老狐狸 他已经把藤椅搬到郭大蝦的面前 轻轻力放低 面上照顾的皮笑肉不笑 连一点火气都没 嗯 郭大蝦窄了窄 忍不住问了 喂 你这样干什么啊 老门房的笑口浅浅了 嘿嘿嘿 是我们老爷 特意叫我送来的 他叫你送这张藤椅来干什么啊 嘿嘿嘿 他也怕郭大蝦骂得累那头 嘿嘿嘿 所以请郭大蝦坐下骂 还说啊 郭大蝦如果骂到颈渴呢 无论要茶要酒 即管吩咐 我马上送来给郭大蝦得的了 嘿嘿嘿 来这里的大蝦虽然多 这些骂人呢 就未有一个精彩的郭大蝦啊 所以我们老爷呢 希望郭大蝦骂久一点 如果还可以骂得大声一点呢 那就更加好 嘿嘿嘿 哎 郭大蝦看着这张藤椅 发了一大排恶斗 连一句说话都不讲 你转头就走了 那个老门房还追在后边 骑骑笑啊 嘿嘿嘿 郭大蝦走了 不送不送了 将来有空再来骂过下 这里不知有茶有酒 还有专医喉咙痛声音啞的良药啊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 验七出的两条屎坑街都不用得 搞到郭大蝦没了人 那么他还拿不拿什么金弹子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群 olmas apolog 咱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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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